炎炎夏日泡在水中最消暑 但小心水质不干净 水里暗藏死亡危机 国内出现福祉内阁里 阿米巴脑末脑炎个案 国内时隔12年俗称是脑际生虫的 福祉内阁里阿米巴原虫 并发脑膜脑炎又有死亡病例出现 北部一名30多岁女性 7月中下旬到新北市某间 室内清水设施细水 结果过不到一周就出现头痛 发烧胃寒甚至颈部抽搐的症状 后续病程进展快速 到了8月1号不治身亡 不过阿米巴原虫到底从何而来 一时说明这寄生虫喜好淡水温暖环境 46度以上都能短暂存活 因此在野外环境 河川湖泊温泉或是含氯量不足的游泳池 都能发现踪迹 你如果是吸到鼻子的话 它可能就会跑到脑部去 引起脑部的一个伤害 5到14天是最多的 那发病以后呢 突然很快就死亡 就100个呢 只能救不到一个回来 一时提醒想预防阿米巴脑膜炎感染 玩水时就要避免头部浸泡水中 或者鼻腔进水 自然环境下也不要搅动 底部池水和淤泥 毕竟致死率超过9成 细水时还是要小心为上 今期会干杯新的方式资产报道